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们在上空时间都很短 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因为我们说的法律很重 所以我们的时间都很短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师在教的中间 有什么开场白 还有什么前岛 我们都直接切入一个主题 我们就来直接今天要讨论的题目 就是说国语家 这个主题 说起来也是很简单 这国家很简单 很好笑 这个说中国的文化里面 要台老 说就是要用武器台老头 才可以成为国家 这是中国的文化 资料文化 如果要做一个家 在家里面要伺低 这是中国文化 家里面如果是伺低就是家 这是中国的文化 我是新德州 我名叫做王山杰 这是最近的新闻 这是外南的暴动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遇到南海的自由 所以我在说会比较近 现在因为以前在说会比较近 我感觉都说太少 我们的法理论都说太少 我今天提官速度一时了 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历史上 都有四拜排阀事件 都在同一天 5月13日 最近这次就是 2004年5月13日 这四拜都同一天很奇怪 都在排阀 只要看到中文 就10了 这就是外南的排阀 这个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他跟你骗什么 他说台湾跟外南真好 他都说他台湾 他都不说他说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他说他台湾 所以他劳于我们这里 这个是胡志明 胡志明就是 外南的国父 外南的国父 这个人也是台湾人 他说他说这句名言 说甘愿吃 贫法国人的肥 也不贫中国人的肥 这句话他说 他说他 他是在 今天第二次世界台湾的时候 外南 如果派汝汉 派20万台湾去外南 如果接收 接收的时候 如果叫他要拿黄金出来 还要赐他20万台湾 所以外南那个时候胡志明 要要求全国人民断食 变卖家产 来应付他 应付这个吉拿兵 所以那时候大概有200万人要死 所以外南人很清楚 中国人 中国人 专门在吃人 所以外南人 一排阀就知道要找中国人 这是那时候的日报 在介绍胡志明这个人 胡志明这个人 他本名是胡吉章 他是在日本时代 在这个朱氏会社里面 在扣扣 台湾人 他是住在当楼 熟我们新铁酒 那时候日本时代就新铁酒了 他加入共産党 加入共産党的时候 他用印刀 公司 之后